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田其實主要是種沙律菜 都是蔬菜類 有些不同的沙律菜 黃馬生菜 或者那些唐生菜 西生菜等等 淋水基本上是農夫每天都要做的 因為植物真的很依賴水才能生存 淋水我們有兩個方法 用人手搏一條喉嚨 當然是其中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而我們淋這些水是山上的水 山上的水其實不是必然 真的要看看那一陣子 如果下了一個很大的雨 山上流下來的水 它就可以維持到一個穩定的山水供應 我想都可以有最少一個月或幾個星期 但有時真的會被刮到山上流下來 應該有的水都沒有了 有時真的會這樣 山水都沒有了的時候 然後唯有用銀包裡面的水 銀包裡面的水的意思就是買自來水 又或者我們會用一些所謂的科學井 科學井就是一個電的泵 將地下水抽上來用 但是科學井的成本很高 無論是維修的成本 又或者是電費的成本 都是超級地高 淋的時候 如果你有心思一點 其實就應該一直淋在泥土的表面上 令它慢慢吸進去 這樣就對植物最好 尤其是夏天 夏天你很需要的淋水的時間 你不可能在正午的時候淋 因為那些正午的時候 你曬到泥土很熱 一淋水下去它會馬上蒸發 然後那些蒸氣就會灼傷些根 所以就要在清晨 太陽出來之前淋了一轉 令到泥土濕潤 就不要曬乾那棵幼苗 以前牛潭尾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種米,種水稻米 而水稻米是依賴水的資源 很多很多的農作物 即是你真的要浸著田 你幻想一下 整個泳池那麼多的水 來浸著稻米來生長 但現在水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這裡也改為 要種一些用水量比較少的農作物 例如蔬菜 例如那邊的粟米、番茄 這些都是一些不需要 那麼多水的農作物 這些是剛才看著我們摘的 這些都是自己種的 番茄和櫻桃蘿蔔 檸檬也是自己種的 這個品種是香水檸檬 所以就特別香 我們待會有用 然後茄子和紅鵝白 即是甘筍 問其他農友拿的 我們的農童有沒有 今天今天 是 今天他做的這個 是一個低水足印食材 有色茄子面子雞肉的 餅? 夾 不知道叫什麼 茄子夾 茄子夾 雞漢堡 不知道 茄子夾 總之名字就是這樣 雞肉茄子漢堡 是的 那現在做些什麼 我會先剁碎 這個是不是雞扒 這個是雞腿肉 雞扒 沒有骨的雞扒 其實為什麼要選雞肉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水足色 低的水足跡原來是比其他肉類低 比牛肉低 比牛肉低 即是一斤 我們以一斤牛肉計 它的水足跡是大約用了 百千多公升的水 但是雞肉是用了二千多 所以相差四倍 四倍 是的 所以吃雞肉的話 如果你選擇吃雞肉 就節省了很多水 其實也不知道 水足跡的牛肉 本身碳排放也很高 碳足跡也很高 沒錯 如果可以素食的話 你就更加會減低水足跡 是的 今天選擇的 其實都是專門選擇 水足跡低的食材 例如茄子和甘筍 水足跡都是低的 番茄也是低的 是 這些大部分都是 大約二百左右 就是每一斤的茄子 甘筍、蘿蔔和番茄 都是大約用了二百公升的水 如果你說比起雞肉 都差十分之一 又是少了十倍 對 少了十倍 對 無論如何 其實小肉多菜都是健康的 對 無論對地球健康也好 對自己身體健康也好 現在打完雞肉之後 要做些甚麼 調味 其實已經醃了 所以不用調味 我想加少許甘筍粒 一些極小粒的甘筍粒 令它有多一種不同的口感 然後我把茄子切成一個夾 要加少許甘筍粒 茄子 你想它不好 變色 變色 就要加這個香水 好 畢竟我們這次做日式食物 無論如何都要加些微淋 那股味才適合 只是加微淋 我先加了微淋 然後再加上日式醬油 現在完成了阿祖的雞肉茄子漢堡 對 他正在切一些我們時令的 剛剛大約的菜 包括野蔥 和我種的櫻桃蘿 去拌碟 當你吃過香港的番茄製 你真的不能回頭 因為其實說番茄的甜度 類積 我們說樹上熟的番茄一定是最甜 因為你外地運來 他要運輸 所以他一定是未熟 就摘下來 實在是青BB的時候 摘下來 一點味道都沒有 所以就… 那股草青味 對,有股草青味 做好了 可以試試味道 很漂亮 這個整個米芝蓮法式餐廳 有時候樣子也要空得下 好,我不客氣了 我反而想嘗試 你醃了這個你種的櫻桃蘿白 這個是用楓糖和自己種的香水檸檬去醃的 嗯,其實呢 因為這次拍這條片 我才知道了很多東西 有時候呢 如果你真的想減少這個水足跡 其實有其他選擇 是用椰菜 用椰菜花切碎 嗯 然後代替飯 譬如用椰肉瓜麵來代替 真的… 平時的麵粉麵 嗯 嗯 這些都是健康 又可以… 減少水足跡 減少水足跡 還有… 甚至卡路里也低很多的選擇 嗯 其實我們每餐吃乾淨 吃清光 其實都是一個減少水足跡的做法 因為其實我們的資源不會浪費 大家都知道的 說出來 但是如果你每餐 你真的吃東西的時候 買菜的時候 有這個認識 你真的有這個考慮 其實幾細部都好 我們的生活幾少改變都好 只要每個人都做少少 其實那件事我們就會做成一些改變 是 其實你沒有想過你自己會這麼依賴水 其實你沒有想過你自己會這麼依賴水 要學的時候學的 水是用來做些甚麼 飲用、洗澡、洗滴食物 一個稀氣、甚麼… 但其實你每天在生活中 你會忘記了 因為我們太過容易得到水了 我記得我的感受很深刻 跟水的關係的時間是… 那時候去過埃塞俄比亞做探訪 但我們去探訪一些很落後的村落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水資源 真是憑伐到一個你想像不到的點 他們喝的水 是一盒泥黃再加鴨屎綠色的水 但他們真的喝這些水 你看到 而他們也未必真的會保養它 其實吃水真的得來不易 一些乾淨的水 那次是帶給我很大的反思 有時摸一摸沖沖阿娘的時候 都會突然覺得 真的要提醒自己 要感恩的 有乾淨的水 水磯下面就挺好看吧 水磯砂套 另外再也會帶給我們 去百燈的水磯 並沒有太過療 讓我們找到你的水磯 今天也會感恩的水磯 非常 謝謝 感谢观看